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自尊的话题 相信大家都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人 在工作当中经常很紧张 容易自责 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平时呢总是独来独往 觉得没有人愿意跟自己交朋友 常常羡慕别人的相貌啊成绩啊 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够优秀 因此而闷闷不乐 当然了 还有一些人是正好相反的 他们自信满满 觉得不管是什么工作 自己都能够完美的胜任 平时呢喜欢跟别人沟通交流 主动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还有他们往往心情愉快 经常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 前一类人就是所谓的低自尊 而后一类人就是高自尊 那什么是自尊呢 概括来说吧 自尊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自己 是不是喜欢自己 实际上我们在工作生活当中的很多行为 都会受到自尊的影响 比如有的人喜欢取悦别人 四处施展魅力 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被别人喜爱 以此提升自尊 再比如说 有的人功成名就之后 衣锦还乡 让大家都看到他的春风得意 就是因为恭维和炫耀 会让自尊心感觉更加良好 不难理解 自尊水平太低 不利于身体健康 长期低自尊的人 总是心态消极 不会努力摆脱困境 甚至容易患上抑郁症 不过一味的抬高自尊 也不是好事 因为异常高自尊的人 会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美梦里 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结果可能发展成自恋型人格 甚至是造狂症 所以说保持平衡的自尊 是非常重要的 那什么才算是平衡的自尊呢 今天还是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 恰如其分的自尊 就来讲讲如何培养适当的自尊心 在这本书里呢 两位法国心理学家 不仅科学地分析了自尊的组成成分 来源和形成过程 还讨论了高自尊和低自尊 在现实中的不同特点和表现 更重要的是 为我们建立平衡的自尊 提供了具体的指导 相信各位听完这本书 会至少明白下面的几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说衡量自尊 不只有高低这一种标准呢 第二 自尊水平是越高越好吗 第三 父母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自尊呢 要了解如何培养平衡的自尊 我们首先要弄明白 自尊究竟是什么 我们开头说过 自尊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自己 是不是喜欢自己 具体来说 自尊有三大支柱 分别是自爱 自信和自我观 先来说说自爱吧 自爱是自尊最重要的成分 它最关键的一个特征 就是完全无条件 不管我们有什么缺陷 经历了什么挫折 也不管表现是好是坏 我们都会觉得 自己值得爱和尊重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遭遇失败之后 能够重新站起来 自尊的第二大支柱 是自信 它指的是认为自己有能力 在重要的场合 采取恰当的行动 自信让我们对自己的行动 有信心 不会过度担心未知和挫折 敢于尝试新事物 也愿意在失败以后 从头再来 最后呢 第三大支柱是自我观 它主要是指 我们主观上 对自己优缺点的认识和评价 如果对自己的评价比较积极 我们就更有可能 经受考验 努力坚持 相反 如果对自己的评价很消极 就很难看到自己优秀的一面 或者对别人过于依赖 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所以说 对一个人的自尊心来说 自爱 自信 自我观 这三个方面 缺一不可 不仅如此 自尊就像是一棵树 也需要养分的滋养 这个养分 就来自于我们的两大需求 一是感觉自己被人爱 二是感觉有能力 不管是在哪个领域 我们都会希望这两个方面得到满足 比如在工作中 我们既想招同事喜欢 也想成为行业的专家 再比如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不仅希望得到对方的关心和爱护 也希望得到尊重和肯定 通过满足上面两方面的需求 我们的自尊水平会有所提升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要注意平衡 如果我们只是感到被爱 而不感到有能力 就会觉得耻辱 而如果只是感到有能力 却不感觉到被爱 就会觉得沮丧 第二要注意适度 如果过分追求被爱 可能会患上取悦症 表演型人格障碍之类的心理疾病 而如果过分追求有能力的感觉 就很难跟其他人友好合作 甚至用贬低别人的方式抬高自己 不论是哪种情况 都不利于培养平衡的自尊心 当然了 要衡量一个人的自尊水平 高和低只是一方面 还要看自尊水平的稳定程度 比如有的人在顺风顺水的时候 自尊很高 但是一遭遇打击就性情大变 做出过激反应 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 自尊对于行为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自尊水平是高是低 是否稳定这两个维度去分析讨论 接着往下听吧 提到自尊水平 相信很多人都会简单地 把它划分为两类 低自尊和高自尊 确实啊 这两种人在很多方面的表现 截然不同 比如说吧 低自尊的人经常使用比较模糊 不确定的表达方式 在需要决策的时候 也往往会犹豫不决 相反 高自尊的人表达一般都非常的明确 肯定就是肯定 否定就是否定 行动的时候也比较果断 很少拖延 不过自尊的高低只是一个方面 自尊的稳定性也很重要 因为它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反应 根据这两个维度 我们可以把自尊划分成为四种类型 稳定的高自尊 不稳定的高自尊 稳定的低自尊 和不稳定的低自尊 它们具体有什么表现呢 大家不妨参考下面的内容 判断一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 首先呢 我们来说一下稳定的高自尊 对于这一类人来说 外部环境和普通生活事件 对自尊的影响比较小 它们一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去自吹自擂 因为别人的看法 基本上不会动摇它们对自己的评价 就像是淡丁的那句名言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面对成功 它们会觉得高兴 遇到赞美 它们会表示感谢 但也仅此而已 而对于失败 它们会坦然接受 并很快投入到下一步行动当中去 在遭遇批评的时候 它们会从容地倾听 并且理性地说服对方 相反 对于自尊水平高 却不稳定的人来说 就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这类人呢 喜欢吹嘘自己 表现自己 在成功和赞美面前 往往得意洋洋 而在受到批评 或者是遭遇失败的时候 它们会感觉遭受到了攻击和怀疑 自尊受到了威胁 所以一般呢 会反应比较激烈 表现得非常的情绪化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 不稳定的高自尊 其实是一种隐性的低自尊 这类人对自己的评价 其实都是偏低的 但是又不愿意承认 于是想努力改变自己 希望改善别人 对自己的评价 好了 说完了两种高自尊 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讲讲 低自尊的两种类型 对于稳定的低自尊来说 这类人的自我认识 也不容易被外界事物所左右 只不过他们的自尊水平呢偏低 属于一来顺受 破罐子破摔 放弃提升自尊的努力 他们很少会主动表达观点 就算有 也是符合别人的意见 而且不愿意多说 如果你非要他们详细解释 他们的观点一般很消极 不管取得了多大的成功 不管别人怎么夸奖 他们都不为所动 而在遭遇失败和批评的时候 他们会大方地承认 对 我就是这么没用 你才发现吗 相反 自尊水平低 但是不稳定的人 有改善自己的愿望 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 所以在发表意见的时候 他们会表现得谦虚 谨慎 只有觉得对方 接受自己的观点之后 才会更加放得开 如果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或者赞美 他们的自尊水平会 短暂地升高 虽然表面上会说 没有没有 这不是我的功劳 但其实呢 鲜明美滋滋的 不过成功也会让他们觉得焦虑 于是好景不长 他们的自尊 很快又会降到原来的水平 而面对失败 他们很容易感觉到自责 早已批评 他们会很慌张 并且很快选择妥协 当然了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 只有固定一种自尊类型 而是有可能在不同方面 有不同的表现 比如说在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 自信从容 表现出稳定的高自尊 但是呢 却在感情问题上 患得患失 表现出不稳定的低自尊 好了 我们已经讲了 自尊的成分和类型 那么为什么会有 这些不同程度的自尊呢 这就跟自尊的产生 和来源有关了 接着往下听 大家可能有疑问 一个人的自尊 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出现的呢 我们前面说过 自我意识 是自尊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自尊的起源 跟自我意识 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 孩子到八岁左右 就已经具备 整体的自我意识 能够从不同的方面 描述自己是谁 包括自己的外貌 性格 和目前的情绪状态 而这种看待自己的眼光 就成了他们将来 自尊的基础 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 自尊包含五个重要方面 一是外貌 我可爱吗 长得讨不讨人喜欢 二是运动能力 我跑得快不快 能不能保护自己呢 三是人缘 我的朋友多吗 班上的同学喜欢我吗 四呢 是学习成绩 老师讲的 我都能懂吗 考试分数还可以吗 五是行为举止 大人觉得我可靠吗 守规矩吗 那么孩子 对于自己的这些看法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有四个关键的影响因素 那就是父母 老师 老师 同学 和朋友的评判 这也正好对应了孩子的四种社会角色 对于父母来说 他是孩子 对于老师来说 他是学生 而对于同学和朋友来说 他也是同学和朋友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不同阶段 影响自尊来源的主要因素 也有差异 比如说在三岁以前 父母的意见 对他们来说最重要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孩子会有自己的小伙伴 也会更关注朋友 对于自己外貌 和人员方面的评价 但是不论多大的孩子 父母对于他们的自尊 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那家长怎么做 才能够培养孩子良好的自尊呢 首先是给予他们无条件的爱 比如现在放开了二胎政策 有的小朋友可能会担心 妈妈有了小弟弟小妹妹 会不会就不关心我了 再比如当孩子犯了错 家长呢很喜欢用爱来要挟 说你下次再这样 我就不喜欢你了 如果孩子觉得自己会失去父母的爱 就会很容易丧失安全感 走向低自尊 其次呢是给予有条件的支持 也就是适当的教育 做得好要表扬 做错事情就要批评 虽然这并不能够 直接提升孩子的自尊 但是却可以教会他们 得到别人的尊重 从而让他们的自尊 更加的稳定 最后跟孩子保持亲密交流 认真倾听他们的内心世界 要做到这一点 家长不妨多多关心孩子 而不是等到问题出现了 才去问 另外如果孩子主动讲述 正在遭遇的问题 父母应该通过提问 去引导和鼓励孩子表达感受 而不是给予插手和揣测 给出自己的建议 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两种结果 要是父母猜对了 孩子会觉得自己一眼就能够被别人看透 父母是全知全能的 容易因此而走向低自尊 相反 如果父母猜错了 孩子则会觉得很沮丧很孤独 因为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能够理解自己 最好的办法 应该是先判断孩子有没有能力 独立去解决这个问题 并且充分了解他们的立场和看法 该出手时才出手 跟孩子一起寻找解决办法 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 维持和提升自尊的内容 大家可能觉得自尊水平是越高越好 但是其实低自尊也有好处 高自尊也有弊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很多人的眼中 低自尊不如高自尊 就拿学习来说吧 低自尊的孩子在碰到困难的时候 往往会消极应对 觉得自己本来就不是一块学习的料 或者干脆想不读书算了 而高自尊的孩子 更倾向于积极的应对 比如和小伙伴一起讨论 更加努力的提问 钻研 相信一定会把问题搞明白 再比如说 低自尊的人 做事情都太过小心翼翼 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奏下 很容易被人觉得 婆婆妈妈的 没个主意 而高自尊的人 办事情总是很利索 能够给人留下有主见 能干的好印象 不过呢 凡事没有绝对 历史上低自尊的成功人士也不少 比如说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 达尔文从小就晕血 但是父亲偏要让他去学医 他就顺从了父亲的意思 在发现了物种演化的基本规律之后 因为害怕出名 他隐居了十几年 才鼓起勇气发论文 而在论文发表之后 他遭到了大量反对者的强烈抨击 但是他从来都不出面反驳 都是让他的好朋友 赫须离替他辩论 而在高自尊的人当中 遭遇失败 甚至遗臭万年的人 同样不少 尤其是像希特勒 这样崇尚高度集权的人 基本上是属于我们之前说过的 稳定的高自尊 所以说不能一味地根据自尊高低 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和表现 因为低自尊并不完全是弱点 而高自尊也不都是好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低自尊的人更容易被人接受 因为他们一般都比较谨慎 说话做事都会留有余地 跟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也会更加的谦虚低调 再加上他们很在意别人的评价 所以往往更加能够抓住对方的需求 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那高自尊的人刚好相反 他们说话有时过于绝对和肯定 会给人一种太过张扬的感觉 引人反感 面对别人提的意见 他们往往不会虚心接受 甚至可能反过来揪你的小辫子 其次 低自尊可以成为成功的推动力 由于低自尊的人 往往觉得不如人 很重视别人的意见 因此更容易虚心接受 对方的反馈和建议 从不同的方面去理解问题 而在遭遇困境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放弃原有的方案 虽然这可能会导致半途而废 但是也有可能让他们另辟蹊径 最终达到目标 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嘛 相反 高自尊的人经常听不见别人的批评 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 结果呢 有可能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最后一事无成 面对困难 他们一般不愿意放弃 坚信一定有解决办法 不撞南墙不回头 哪怕前面是死胡同 也要继续往里钻 结果反而从执着走向了固执 所以说高自尊和低自尊各有优点 很难绝对地说哪一个更好 如果一定要挑一个最佳的自尊水平 那就是本书书名所说的 恰如其分的自尊 那如何获得这种平衡的自尊呢 在说这个之前 我们先来讲讲 低自尊和高自尊的人 各自有哪些保护机制 来调节自己的自尊水平 对于低自尊的人来说 往往会用下面的三种方式 来调节自尊 首先是加入一个群体 因为被群体接纳 有利于保护我们的自尊 高自尊的人结队抱团 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跟别人区别开来 表明自己的兴趣和社会阶层 比如加入高尔夫俱乐部 但是低自尊的人加入一个群体 更多的是为了减轻孤独感 增加安全感 在群体当中 如果遭遇失败 个人承担的责任更小 自尊受到的打击也就更小 第二种方式是沉浸在幻想和虚拟的世界 对于高自尊的人来说 幻想只是行动的前奏 在畅想过后 他们总是有强大的执行力 把想法变成现实 但是对于低自尊的人来说 幻想就是全部 因为他不需要行动 也没有失败的风险 但是同样能够带来满足感 最后一种方式是享受他人的成功 当然了 这种方法并不只有低自尊的人才会用 实际上人们或多或少 都会利用别人的成功 让自我感觉良好 比如一个小孩可能会骄傲地说 我爸是个了不起的人 又或者作为医生或者军人的妻子 觉得特别的自豪 不过低自尊的人 往往会过度利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尊 他们可能会把别人当作提升个人价值感的唯一途径 比如说一位单亲妈妈把孩子看成生活的中心 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能够有出息 其他的别无所求 他们还会对别人寄予希望 并且过分施压 比如说有些父母 由于对自己的人生不够满意 就强求子女去实现他们没有能够实现的东西 要是被寄予希望的人失败了 他们甚至会做出过激的反应 比如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时候 一个哥伦比亚的球迷 开枪打死了一位本国的运动员 只是因为他在比赛的时候 踢了一个乌龙球 直接导致哥伦比亚队被淘汰出局 而对于高自尊的人来说 他们也有一套方法来调解自尊 第一是归因偏差 归因的意思是说 对一个既定事实做出因果解释和推论 高自尊的人喜欢把成功的原因归到自己身上 觉得是因为自己很聪明或者是很努力 而把失败的责任归咎给外部因素 比如命运或者别人 第二是向下比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中等以上偏差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会自我感觉良好 认为自己在人群当中是中等水平以上 举个例子 有一项调查发现 90%的高中老师都自认为比同事更优秀 而另一项研究发现 参与调查的大学生当中 有25%的人觉得自己的领导能力都是百里挑一 不过呢高自尊的人不仅会自我感觉良好 而且在比较的时候会更倾向于关注别人的缺点和过失 用自己的优势去跟别人比 特别是在遭遇失败以后 他们更是会拿自己的那些能力和成就 明显不如自己的人做比较 好图个安心 不论是低自尊还是高自尊 上面说的这些手段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和调解自尊 但是却无法带来真正意义上健康和平衡的自尊 那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的行动 我们前面说过 一个人的自尊水平从孩童时期就开始形成 那长大之后是不是自尊已经定型 没有办法再改了呢 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改变还是有可能的 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是改变对自己的看法 大家已经知道 自尊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对自己的评价 所以改变的第一步就是认识自己 就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和局限 也要认识到自己展现自我的方式 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的开放区 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隐藏区 自己不知道别人却知道的盲区 以及自己和别人都不知道的未知区 要想提升自尊水平 我们就应该尽可能地扩大开放区 认真倾听别人的看法 并且积极地展现自己 探索没有尝试过的事物 把盲区 隐藏区和未知区 都去转化成为开放区 在认识自己之后 接下来要试着接受自己 对自己诚实 虽然每个人都有缺点和不足 但是低自尊的人会因此而感觉到耻辱 让自己备受折磨 再加上我们都有一些心理防御机制 会通过自我欺骗来暂时保护自尊心 比如否认某些负面情绪 拒绝承认自己在害怕 伤心或者生气 那么要获得更加平衡的自尊 就应该更坦然地接受自己 接纳自己的缺点和负面情绪 如果你能够诚实地面对真实的自己 甚至跟别人谈论自己的缺点和痛苦 就能够说明 你在改变自我认识这方面 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是改变和他人的关系 大家已经知道 我们的自尊会受到别人的影响 所以他人的支持 对我们维持自尊非常的重要 我们可以积极发展社交网络 从亲朋好友的良好关系当中获得帮助 另外我们不仅要肯定 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也要学会换位思考 倾听 理解和尊重别人的观点 否则 我们要么会抑制自己 一味地忍让 接受别人的要求 要么会太过于强调自身 而忽视了别人的需求和意见 甚至攻击别人 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培养稳固的人际关系 最后是改变行动 大家平时可能会有这种体会 在空闲的时候 不管是搞点业余爱好 还是操持家务活 做点什么 总比无所事事更开心 有研究发现 对于同样年纪和健康水平的老人来说 还在开车的人 自尊水平更高 因为行动代表了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 能够给人带来成就感 当然了 这种成就感的前提是 你不能一边行动 还一边批评自己 这样只会打击积极性 增加你对自己的不满 反而会降低自尊 还要注意的一点呢 是在付出行动以后 可能成功 也可能失败 因此正确的看待失败 非常的重要 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 我们应该明白 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勇敢接受失败 并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让自己离成功更进一步 总而言之 童年时期的经历和人际关系 会让我们形成不同类型的自尊 并且给成年后的凶火 带来不同的影响 虽然高自尊和低自尊各有优缺点 也有各自的调节机制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培养 合适与平衡的自尊 改善自尊的具体道路 因人而异 不过都可以从改善自我认知 与他人的关系 以及行动方式 这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从而让我们从更深远的角度 培养恰当的自尊水平 好了 希望今天的这本书的内容 能够让大家更好的认识自尊 更好的 更有效的去调节自尊 最终拥有恰如其分的自尊 这本书恰如其分的自尊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有什么想说的 别忘了在留言区 跟大家一起来探讨